这是两个不一样的镯形 是同一个小姐姐定的 她是挺喜欢镯子的 然后她囤了很多条镯子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两条镯子有什么不一样 那从外形上来看呢 形状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两个形状不一样呢 所以呢 她叫的名字自然也是不同 这一个呢 她是一个贵妃镯 那相传是杨贵妃喜欢戴的 那到底是不是杨贵妃喜欢戴的 咱们现在也无从考证 只是说传说 传说总是很美好的 这一个 她是一个圆条 她是一个细圆条 那通常呢 咱们如果说 想要那种纤细一点的感觉 可以戴这种 那如果说 谁体重稍微胖一点的话 那么并不建议你呢 拿这种胖圆条 你拿这种细的就可以了 这种细的怎么戴 看起来都瘦的 那贵妃镯呢 其实她更适合那些 长相温婉的人戴 而且她特别贴手 如果说你的手特别瘦特别瘦 戴这种贵妃镯呢 是更好一些的 你想嘛 她完全是贴合你的手腕 做的这么一个条形 你看 咱们的手腕 它是扁的 其实它并不是圆的 那这个圆条呢 大众化嘛 就老少结仪 谁戴都成 怎么戴怎么好看 贵妃和圆条 你分清了吗